总理刚宣布,阻断措施10星期将延长4个星期,这会带给企业和员工很大的压力。 为了保工作、保企业,我们之前给予企业和员工的援助也将延长1个月。 我们将在5月份把雇佣补贴计划的薪金补贴比例维持在75%。 我将同样涵盖所有行业,我们还会扩大雇佣补贴计划的范围,涵盖一些符合条件并担任公司董事和拥有公司股权的职员。 为帮助聘请客工的企业应付人力成本,我们将豁免多一个月的外劳税,同时继续提供额外的外劳税回扣。 从2020年5月1日起,4月国人也可以申请冠状疫情薪金补贴每月获得800元补贴为期3个月。 这是非常时期,全民居家防疫,讨厌了国人的毅力和社会的韧性。 每一国人现在都站在抗疫的前线上,我们要做好本分,不要慌,不出门,不乱传,为兵役尽一分礼。 这样一来,我们才能同桌共济,保健康,保工作,保企业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。 谢谢。